这个时候还有人往河里放青道夫 这是火酒店 这位放生人在水库里放生了几十条青道夫 最后得到批评教育和处罚 我们整理了一份 不适宜放生的水生物种清单 请大家点赞转发 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及亲戚朋友 千万不要放生这些物种 很可能会受到处罚 巴西龟 大鳄龟 小鳄龟 以及佛罗里达鳖 都是来自于北美的龟鳖类 石吻群 长得很像白群 也是来自于北美 还有斑点插尾回 和我哥的斑户有点像 还有太阳鱼 大口黑鲁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鲁鱼 以及恶雀扇 小龙虾 也就是克式圆鳌虾 以及我们日常吃的牛蛙 美洲牛蛙 都是来自于北美 青道夫 大家都很熟悉吧 绝对不能往河里放 还有这个短钙肥脂里 长得像食人鱼 但是这个才是食人鱼 都不可放生 腐术罗就不用介绍了吧 已经到处有事了 还有各种各样的罗飞鱼 比如尼罗罗飞鱼 骑士罗飞鱼 奥利亚罗飞鱼 伽利略罗飞鱼 以及莫桑比克罗飞鱼 还有红罗飞鱼 这些都不能放生 马纳瓜利体鱼又叫花老虎 酱利体鱼又叫德州豹 还有石文鱼 静鲤虽然和我国鲤鱼长得很像 但是它是来自于欧洲的 麦瑞加拉铃和我国的吃眼尊很像 还有这只露斯塔野铃 笋壳鱼又叫云斑尖堂里 原产于东南亚 献鲤长得像黑鱼也是产出于东南亚的 还有这只短头梭巴又叫天山雪鱼 还有红尊 以及入侵植物凤眼帘 与外来入侵物种的斗争 不是一时一刻的 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需要做的事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所以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 不要再继续放生入侵物种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我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